好 早上那个4点35分 我这边有个留言 这个留言 梦见马桶不见了 后来找到了 找到里面监视了个酒瓶 踢到我把酒瓶就上到华格林那个拿马桶的 然后就 啰啰啰啰吵起来了 我 梦见 梦见 我有个那个 也像车身马桶这样的 但是车身马桶是固定的 使得拿不动的 在梦里边 我出现了一个好像疏漏的 像车身马桶一样的 我住在宿舍里面好像 我是住下铺的 被人家拿到那个商铺去了 拿到人家那个那边去了 后来我找我的马桶了 我说你还给我 他还给我 还过来看一个酒瓶子 塞在马桶里边 当然我和马桶结果不一样 好像直着下去了 一个酒瓶子在那边 然后七十半时从人家那个人气底来了 然后呢 应该那个固定在哪地方 这么被人家拿下来了 好像这个时刻人家还有那个炉丝 在墙上把那个塞回到原来孔里 也站不进去的 我不知道讲了什么 我看到那个大西北那边 大草原 大草原上我看到好多马在奔跑 然后呢 我看到 看到国境界 两个国家交界处 应该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乌克兰 一个俄罗斯 一个乌克兰 因为那个 因为啊 呃 在冰尼学上面 就像一个宿舍里边 一个宿舍里边 刚才那个梦里边 焦点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因为啊 这个宿舍里边 大家都没马桶 都没马桶 只有一个人用马桶 上次说的时候 人家都想用这个马桶 就像那样啊 都想用这个马桶 你干脆大家都没用就算了啊 大家都没用就算了 你一个人有了这个马桶的话 人家也想用 也想用 但是你当然这是个宝贝很珍惜啊 别人是不珍惜的啊 别人不珍惜的是那个酒瓶子 把马桶里扔 所以你感到不高兴 你感到不高兴 这个时刻 就像那个国际线边上啊 国际线边上啊 乌克兰这边有个马桶 俄罗斯那边呢 就没马桶啊 乌克兰那个边境上 人口比较密集啊 人口比较密集 他用得上马桶 而那个地方呢 俄罗斯那个边境那边呢 那个西西拉拉没有多少人 没有多少人 就用不上马桶 相当于这个啊 用不上这个马桶 然后呢 然后啊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那个边境上面 因为那个 那个边境上面 有个很明显的 一个马桶在那边 有个马桶在那边 俄罗斯这个边境上 就没有马桶 没有马桶 没有马桶 然后呢 这边的人口密集 这边人口就基本上没有 俄罗斯这边人口没有 然后呢 这边的人呢 感觉啊 深属压地大陆 深属压地大陆 为什么人多了嘛 那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上面 就压力大了 压力大了以后呢 人口多了以后 压力大了以后呢 有个力量 平民要往俄罗斯那边扩张 往俄罗斯那边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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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力量要往俄罗斯那边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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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口压力引起的啊 他们那个边境上的人呢 有个误区 有个误区什么呢 你看我这边生存压力很大 你看我这边的人口面积太大了 你这边基本上没有人 没有人口啊 没有多少面积人口 就在边境上 不是整个国家啊 他们当然看不到整个国家了啊 就在边境上 感觉这是一个空地 几乎是一个空地 所以呢 那个乌克兰的那个民众嘛 就像就像要扩张 要把他们的那个势力 要扩张到俄罗斯那边去啊 我们讲的不要搞出了啊 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整个国家的意思 而是在边境上面的那批鸡民啊 我讲的是边境现在的那批鸡民 不然的话你们就搞出了啊 边境上面的那些鸡民 感觉俄罗斯这边的 乌克兰这边边境上的鸡民 人口很密集 俄罗斯这边边境上 几乎没有人口 就荒地基本上 所以呢那些乌克兰的人呢 终于要扩张过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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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过去 终于要扩张过去 慢慢慢慢 就像呢一个心理的那个 心理的那个 心理的那个边境线 已经往前退了 退进了很远了 像俄罗斯这边 已经退进了很远了 这心理边境了 已经退进了很远了 然后呢 他们那个马桶啊 原来只有一个马桶 现在呢 已经放了两个马桶 放到了俄罗斯这边了 也就 他本来 这边只有一个马桶 在那个 武汉这边 然后呢 在俄罗斯那边 放了两个马桶 放了两个马桶 在俄罗斯这边呢 在俄罗斯这边呢 放了两个马桶 他准备要那边 放那边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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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普京就看了一清二楚 普京就看了一清二楚 普京不是只看边境线啊 不是只看自己的边境线 和他的边境线 他一看边境线 后面是一个 就没有人口了 也是皇帝啊 也是皇帝啊 他也是皇帝啊 你望后看 从我望前看都一样嘛 这边也是皇帝 这边也是皇帝 你为什么 普京先 你为什么你要 望我这边用呢 你既然人口密度大 没地方去得外 你为什么 望我这边用呢 而且 你只有一个马桶 你在我的马桶上面放了 我的地方放了两个马桶 来过来了 反而 你为什么不忘 你那个面前望后 伸展呢 你为什么不忘 背后伸展呢 你不要望我这边来伸展呢 因为我这边境线啊 说好这边境线啊 说好这边境线啊 那个普京已经警告了几次了 警告了几次了 但怎么警告也不行啊 那个边境线上的 那个乌克兰的那些人呢 已经又不边境线了 把自己那个马桶也搬过去了 而且在那个俄罗斯的边境上 按了两个马桶了 也就是他们 他们已经没指望在 在乌克兰那边呆了 这可能象征意义啊 眼睛那些人 满眼前就顾边境线了 一般来说扩张呢 你就是原来的东西还在啊 往前伸展 现在那个情况是 你 人在往边境线以外 扩张的时候 三个马桶了 现在都放到那个 边境线 俄罗斯边境以外了啊 应该那个城市发展的话 你原来的还在啊 你这边的居民 什么社区还在 然后外前推进 啊 这叫扩张 你现在是慢慢慢慢慢慢 整体都在往前跑的话 后面就没有了 这不叫移民吗 这就叫移民嘛 这就叫移民了 而不是叫扩张了 你乌克兰这边的民主 你就慢慢移民到我 移民到我俄罗斯来了嘛 那你就慢慢进去 你进来的时刻 那个普京也为难了 普京为难了啊 你说我把你推回去吧 你三个马桶都坐在我的银盘上了 嗯 普京推不回去了 但是 你又在我 我让我这边 向我这里扩张 你向我这里扩张的话 那你就按照我的法律 来行事啊 也就是说 你既然要向我这边扩张 那我就正在见到你了 正在见到你了 民众的气势事发 俄罗斯方面走 但是啊 但是啊 但是 呃 后来发现那些民众啊 这个心理上已经 练习性上 完全的心理上 已经全部到了俄罗斯那边 那时候 哎 很多年以后啊 想想 很多年以后啊 乌克兰的总统才发现这个问题 刚开始就没发现啊 哎 他用各自各样的恐吓 各自各样的恐吓 哎 来 叫民众回去 哎 民众想 你既然恐吓我 你越是恐吓我 我越是走得快 你这样恐吓我的话 你越是恐吓我 越是走得快 哎 哎 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那个 乌克兰总统啊 误判了形势啊 误判了形势 他以为 以为这个事情 是普京干的 是因为普京引起的啊 他认为啊 那些人心理上也好 怎么样 越过了那个 边境线 进了俄罗斯这边 哎 他认为这是普京策划的啊 哎 这个误判了啊 这个 乌克兰自己误判了啊 他认为这是普京看的 哎 普京想 你们自己没关系 你们 自己民众涌进来 我已经收留了你了啊 我已经收留了你的 你到我来还怪我 哎 他们的起因是这里 起因是这里 起因在这个地方 关键问题呢 出了这个矛盾以后呢 有个人在大合唱的指挥官 哎 那就是拜登了 哎 那个指挥棒 当当当当 他在那边 他在那边 哎 他在那边 哎 哎 哎 因为看到呢 美国国内那些卡车斯基啊 哎 卡车斯基已经要冲到他来了啊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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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要处理 处理 处理国际大事 哎 我要处理国际大事 哎 所以呢 我国内的事情放一放 哎 不是要放一放 他 他没有 找不到解决方案 所以呢 故意把那个指挥棒 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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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既然这样一指挥一个 越过乌克兰边境的那些民众啊 啊 这个有可能是心理上的啊 相当于 原来乌克兰的民众 已经归受于俄罗斯的那种人啊 跟着 普京在大合唱 跟着普京在大合唱 指挥官 指挥官是拜登 指挥官拜登 哦 那是越过边境的民众啊 原来乌克兰的民众啊 你像那个普京呢 跟那民众 普京一起 一起 一起在大合唱了 那么 你这样一起大合唱的 这个乌克兰就受不了了 乌克兰总统受不了了 从面子上来说 有什么 也说 进一步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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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的误判的时候 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那个老家伙啊 那个拜登了啊 他一边在指挥唱的时 一边在 瞧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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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不瞧不 瞧不瞧不瞧不 把乌克兰的 那个总统呢 牌到高度 比天还高啊 把他心里給膨胀了 心里给膨胀了 这心里膨胀了 他心里膨胀的时候 兰总统這樣看普京 把普京看得很小 發肆很高度 觉得我道理上 我是对头的 所以啊 这个时刻 原来是张生子 现在被张 就是爷爷爷爷被的人 和机构底下就好像在藐视普京了 也就是说 拜登把乌克兰指挥的时刻 把他挑拨挑拨挑得很高的时刻 他在藐视普京的时刻 普京社会来人要把他打下来 拼拼拼拼 你那么高的话 我开枪把你悬在空中的霸子打下来 这个又是一个起因 这又是一个因素在里面 好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合起来看 就知道了更多 就这样 再见